这是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中心的一个路口 此时无警侦察员正密切注意着一家宾馆周围出现的人员 看上去这家宾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宾馆门口的这棵大青树却很突出 在警方市里只要提到大青树宾馆 当地人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这里 这一天侦察员们要在这里等待一个身高1米7左右身材娇好的女子的图形 然而整整一个下午过去 侦察员却没有丝毫收获 那名女子却始终没有路面 侦察员们的心里越来越着急 那么这名女子是谁 侦察员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一直等候 原来就在武警侦察员到达大青树宾馆之前 蒙海公路一个随机设置的检查者 带队一辆公交车进行例行检查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车后的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掉头 情况十分好 在轿车的后卫箱中 无警侦察员发现了大量黄色窗砖 经过鉴定 这名女子携带的竟然是3399克的海洛阴 这么大的毒品数量 马上引起了武警云南边防总会 西方凡纳支队的重视 再把这名女子压接到警方的路上 侦察员就立刻开始对她进行毒审 被抓的女子吉某 是西双版纳本地人 她是专门替别人运送毒品 这一次吉某坐用一辆黑色轿车 携带毒品 从40公里外返回警工 在警工 她要和街后人联系 看到吉某的联系人浮出水面 武警侦察员穷追不舍 他们想通过吉某把这个联系人 你去跟他接住 你已经到警工了 问他在什么地方 明白没有 关机了 关机了吗 关机了 吉某交代 让他运送这批毒品到西双版纳的 就是这个联系人 名叫巴瑟 是一个30多岁左右的女子 身高1米7左右 面容娇好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明显特征 尽管现在阿瑟的手机已经关机 但吉某事先和阿瑟 曾经预定过一个见面地理 造成的地方交易 然而 武警侦察员面临的情况 却是接获人阿瑟连手机都关了 他还有可能到事先和吉某约定的大青树宾馆 可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侦察员们不会轻易放 他们马上通知景洪市里的另一路侦察员 迅速在大青树宾馆周围布空 在前面斑马线的红灯里 红灯位置 两人建国五到十 前线的开始行动 等我俩收到警卫档 收到环妖冰箱 收到环妖冰箱 让无警侦察员迷惑不解 动量动量收到警卫档 现在你让你发现可疑目标没有 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抓捕吉某是在随机设置的检查点即行的 而且不成机场迅速 而手机记录显示 在吉某被抓前后 他也没有和阿瑟有过任何的联系 现在阿瑟的手机一直关机 他就像在人间蒸发的一样 音讯皆无 可3399克的海洛因 价值近百万元 是什么原因让阿瑟放弃了这批毒品 我们分析应该是走漏了风声 不然吉某的老板不会这么轻易的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看来 这个阿瑟绝不是一般的毒贩 为了这批毒品 他究竟布置了多少眼线 阿瑟本人又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是抓捕吉某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还是在大金属宾馆周围不空的时候 被阿瑟察觉了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始终目的而知 阿瑟的消失 让这起贩毒案件陷入了死胡同 而侦察员对这家宾馆进行侦察后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线索中断 这个神秘的阿瑟真的能逃之夭夭吗 两个星期后 武警云南边防总队西双版纳师队的官兵 又查获了一期数量更大的贩毒案件 出人意料的是 这起案件的幕后老板 也是一名身材娇好的神秘女子 根据现任举报 在这名乘车男子携带的黑色蹄包中 武警边防侦察员共查出14包 净重4902克的海洛银 你买了多少钱吗 两万起 全部买了 多了 两万起 你现在要买口卖 自己卖 自己卖 自己吃 自己洗 要卖了还是要洗 自己要洗四六 你自己一个人洗 一辈子也洗不完 尽管这名男子被抓后百般抵败 但在被武警侦察员带离现场之后 这名犯罪嫌疑人很快就冷静了下 他被抓的时候是人赃病祸 而且随身携带的毒品数量非常巨大 很有可能被判死刑 如果他配合我们 或许还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你为什么想到拿这个东西 我自己都是三十五岁了 像我一起都是那些 工作来工作 有玩儿来玩儿 我一个玩儿里面的 拿这个东西 拿钱费了吗 就赚钱了 通过审讯 侦察员了解到 这名犯罪嫌疑人姓贾 因为做生意亏了本 所以做梦都想发财 为了钱 他和毒贩有勾结 据贾某公述 他的幕后老板是个女人 十分谨慎 基本上通 都是通过电话和转信和他联系 只有一次贾某远远的看见了这个人 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 身三苗条 长头发 没钱的贾某 根本不是这十四包毒品的真正主人 他只是替人运货 侦察员决定 顺藤摸瓜 找出这个神秘的女人 那么 这名神秘女人 是否就是两星期前 武警侦察员要找的阿瑟 虽然两星期前 武警侦察员 没能在大青树宾馆 找到吉某的接货人阿瑟 但大青树宾馆 开始引起了侦察员的高度重视 通过暗房和对贾某的审问 他们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 原本应该是贾某到警供后 给那名神秘女子打电话 再确定见面地点 可贾某被抓之后 仅过了半个小时 对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在侦察员的眼皮底下 表示愿意配合破案的贾某 很快进入了新的角色 两宗贩毒大案 见面地点竟然是同一家宾馆 这仅仅是有了 这仅仅是巧合 还是另有蹊跃 环境复杂的大青树宾馆 主动打来电话 却并没有说明具体的交易地点 尽管如此 无警侦察员还是决定 立即押解贾某 赶往警力 尽管心情急迫 无警侦察员却没有丝毫放松警惕 为了避免贾某 在和神秘女子通话时露出马脚 侦察员使用贾某的手机 只用短信和他联系 贾某的文化水平比较低 我们查获了他手机里的通信记录 里面有一些错别字 我们在发信机的时候 就故意放了一些错别字 比方说他如果问我们到哪了 我们就给他回短信说 快到高速公路了收费站了 就在侦察员押解贾某 即将进入景洪市区时 他们收到了那名神秘女子 发来的一条短信 短信的内容让武警边防侦察员不禁大吃一惊 又是大青树兵馆 这个情况进一步证实了 由此看来 毒贩们选择在大青树兵馆接货 不无道理 一旦在这里实施抓捕行动 前来街头的神秘女子很容易逃脱 武警侦察员认为 如果能够把神秘女子 引到一个警方设定好的地点 这样成功对其实施抓捕的几率 将大的增加 这地方是我们选的 我们有准备了 他们没有准备 他们来多少人 我们都可以一网打尽 然而 究竟选择一个神秘的地点 才能不引起神秘女子的怀疑呢 这种事情抓捕是要掉鸟的 所以毒效一般会非常小心 慎之又慎 既要把神秘女子 从大青树兵馆引出来 又要做到让她不起疑心 为此侦察员苦思明显 一名侦察员突然想到 在景洪室内还有一家大青树兵馆 在景洪另外一个稍微远点的地方 还有一个兵馆 它的招牌就是大青树 在景洪市郊区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还有一家挂着招牌的大青树兵馆 侦察员们认真地对神秘女子的心理做了分析 由于贾卯是外地人 第一次来到景洪 找到这家挂着招牌的大青树兵馆 也符合常理 比较不会引起神秘女子的怀疑 于是侦察员果断决定 就把神秘女子引到这里来 在进行了一番严密布控制后 侦察员用贾某的手机 给神秘女子发了短信 我们就给他发短信 说已经来到了大青树兵馆 这条短信发出后不久 遵守在景洪市区的大青树兵馆附近的侦察员就发现 一名身着黑色短裙的女子 不断地在兵馆周围走动 她会是侦察员们苦苦等待的神秘女子 通过侦察设备拍摄下来的画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名黑衣女子身材高调 她和侦摩所说的神秘女子的体貌特征十分详细 她会是和侦摩激头的那个人吗 我们只是根据犯罪先生的描述 了解了个大概 不能确定这名女子就是前来要与贾摩接头的人 暂时无法确认黑衣女子的身份 此时侦察员只能耐心观察她的下一步动向 同时在挂着大青树招牌的宾馆 为了把神秘女子引到这里来 武警侦察员又给她发去了短信 毒贩最忌讳的就是临时变更交易地点 之前又拖了那么长的时间 贾摩的幕后老板已经很怀疑了 她会不会来到江北的这个大青树宾馆 我们心里也没底 短信发出后 神秘女子把电话打了过来 我们故意让家宝顶撞她 这时候那名街头的女子已经非常的急躁 这是又是她来到江北大青树宾馆的最佳时机 虽然神秘女子明显表示不想换地方见面 但侦察员们却毫不想让 此时她们已经在这家 位于景洪市郊区的大青树宾馆 布下了一张大网 只等神秘女子进入陷阱 任何一个毒枭 在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毒品 被查获时 她总是不死心的 所以我们就抓住了她这个心理 一步一步地不停地跟她联系 实际上当贾某和神秘女子通话时 在景洪市闹市区的这家大青树宾馆门口 那名黑衣女子也在不停地通电话 而当和贾某通话的神秘女子 同意赶往挂着大青树招牌的另外一家宾馆时 黑衣女子也上了一辆出租车 从她的举动看 基本可以判断 她就是那名和贾某接头的神秘女子 果不其然 二十分钟后 这名黑衣女子出现在景洪郊区的那家大青树宾 终于进入了武警侦察员设下的埋伏圈 前面换了一名可疑的女子 继续监视 接下来 结果有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衣女子刚刚走进屋内就被武警侦察员成功抓获 经审讯被抓获的黑衣女子姓碧 她不仅是给贾某提供毒品无人 而且也正是早前抓获的毒贩吉某的幕后老板阿瑟 然而此时让武警边防官兵仍然迷惑不解的事 毕某为何在吉某被抓之后就马上关机 武警侦察员第一次在大青树兵馆的布控没有抓到毕某 他又是怎么逃脱的呢 原来毕某当时恰好乘坐接受了已经检查的那辆大发车 在车上他看到了吉某被武警侦察员抓获的整个工程 于是他马上关闭手机 这才可以侥幸逃脱 神秘的大青树兵馆 诡诈狡猾的木树毒枭 凭着智慧和勇气 武警边防官兵力见出窍 最终让这起呼售迷离的连环毒案水落石出 2012军事纪时重磅出击 新世纪强军路 情驻湘江 918事件前传 西路军 烽火1937 血在烧 中国海军百年 震撼世界的长征 世界著名战地记者 各风在行路 中国西部边防记写 212军事纪时 每晚8点 多虎大型系列天 在线窩来 他们从天山脚下出发 走过炙热难耐的戈壇海 翻阅连绵起伏的山脉 航穿护斗弯级的岛 踏过飞鹅险峻的清荡高野 经历山上山下的特计变化 军事纪时蓝幕记者 跟随千里击动部队 记录火热的练兵生活 军事纪时下期过渡 千里行军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击